韩国综艺一向以奇巧妙的构思和独具象星的设计走红鱼网络,也带火了一众韩流明星,但是近日一档韩国综艺中两位中国小哥哥的出镜,却也在韩国网友间一发热议,让中韩两国网友都称赞不已。 原来最近有一档韩宗节目叫做《在当地吃得开吗?来到中国》做节目,这算是一档美食节目吧,邀请了韩国知名大厨和一众明星在外国挑战卖快餐,之前曾经播出了泰国片,这次又推出了中国片,他们就将餐车开到了中国山东烟台,贩卖韩式中华料理。 最近一期播出的节目中,有两个中国小哥哥来到了餐车旁,进行点擦,其实这位穿橙色衣服的小哥哥对服务员徐恩秀可是一见钟情呢? 这里要说一下,徐恩秀是韩国的女演员,自然是很漂亮了,成为一小哥哥顶了份20元的炸酱年糕,并和穿黑衣的朋友一起到旁边坐下。 朋友知道她的心意,还问她有没有要对方的微信,成为一小哥哥很羞涩,自然是没有了。 吃饭期间,成为一小哥哥说,她其实原本只是想过来看一眼,结果一看到小姐姐,内心就融化了,就不想走了。 这是爱情的力量吗?甚至怕被觉得显得寒酸,又主动多点一刀面包侠,只是点擦的过程中,依然无法对视。 黑衣的朋友坐不住了,想起看见附近有一个卖花的小朋友,于是有了想法,为了朋友的爱情,她起身去找卖花的小孩了。 留下成为一小哥哥一,个人,面包销上来了,成为一小哥哥开吃,结果桌上的纸巾不小心都飞出去了。 见状,她马上起身,一一捡起来,真是个热爱卖身的boy,而黑衣服朋友也找到了卖花小朋友。 秘密策划了一番,原来她花了一百块买了花,让小朋友在她俩离开后送给小姐姐,临走时还叮嘱小朋友,告诉小姐姐她很漂亮,两人便潇洒离开了。 小朋友按照嘱咐把花送给了徐恩秀,收到花的女生惊喜不已,原来超有心的小哥哥还留下了纸条,写了自己的手机号码。 这种追求女生的方式,真是让观众看了都心动,不给女生丝毫压力,又很好,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意。 真的大方又得体啊,真的超有sense。 网友们纷纷感叹,为什么自己就没遇到这样的男孩呢? 还有的网友立刻跪求黑衣男生的联系方式,甚至有网友建议编入教科书,编入九年之一物教育课程, 让我们的男孩子成为令人愉悦的存在。 不仅中国网友纷纷点赞,连韩国网友也折服于小哥哥的魅力之下。 不少网友纷纷羡慕女主,对于小哥哥追女生的举动,评论员是觉得有sense又sweet, 尤其是离去后才送花的举动,没有给女生一点压力,韩国网友大赞这一经过从头到尾的完美。 当然,连作为朋友的黑衣小哥哥,韩国网友也是给了超高评价,善良,暖心, 还有韩国网友纷纷表示,要学好中文,赶紧办护照。 到中国来,小哥哥的魅力真是大大,后来万能的网友扒出来, 节目中出镜的黑衣小哥哥,竟然就是演员薛锦江的儿子徐飞, 另外一位成为一小哥哥,是中戏毕业的杰志浩,何陆毅,郭金飞,周运,金超等演员属同一家经纪公司。 今年徐飞还在妈妈的陪同下参加了北京电影十月的一考, 账相和父亲徐锦江颇为少子,徐飞也是相当有毅力的一个小伙子, 短短几个月时间里,就从195斤的小胖子变成了清爽少年, 连老爸徐锦江都为他点赞,最后徐飞还是遗憾落选了, 但是爸爸徐锦江带他走了金线讲红盘,而且关于考试, 徐锦江也看得很开,说徐飞明年会继续逃,如果再考不上, 就说明他不适合这个行业,不过还是希望徐飞可以好好努力, 明年考上心仪的学校啊,加油了。